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6年前 我从东北到云南之边 成为一名教师 在无数次的家访中 看着一个个三驱女孩因贫困失学 我心痛得无法呼吸 我体会到一个受教育的女性 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于是我决心创办免费女子高中 点亮贫困地区孩子们的梦想 在党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 华平儿童之家 女子高中先后建立 近两千个女孩考入大学 172个波尔有了温暖的家 这里我特别想说 办学初期 条件艰苦 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 就在于党的精神的感召 学校党员向着党旗保证 一定要把女子高中办好 百则不挠 顽强拼搏 我们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 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的教导 坚持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有人问我 为什么做这些 其中 有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恩和感情 更多的 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谢谢大家